8月7日上午,在河内主席府,越南主席阮富仲,会见了泰国,沙乌地阿拉伯,澳大利亚,亚美尼亚,哥伦比亚,哈萨克,摩洛哥,德国,印度和马来西亚,驻越大使,接受这些大使递交的国书。 软富仲强调了越南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,关系各国大使来越履职。 越美报道称,软富仲很高兴看到越南与各国发展良好的邦交关系。 他表示越南人坚信,良好双边关系的基础上,加上大使们的积极贡献,越南与大使所代表的国家之间的关系,将继续取得良好的发展。 在未来,图为软富仲主席接见了德国驻越南大使Guido Hildner,软富仲强调越南的成功,由赖国既有人,特别是各国亲密朋友的重要贡献和宝贵支援。 这使得各国与越南关系密切。 图为澳大利亚驻越南大使罗宾路易斯穆迪,向软富仲递交国书。 软富仲表示,越南坚持不懈地执行独立、和平、合作与发展的外交政策,秉承多边主义、多元化关系,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,愿意和各国成为朋友,成为世界各国可靠的伙伴。 泰国驻越南大使递交国书。 软富仲接受亚美尼亚,驻越特命全权大使Voram Kasshoen递交的国书。 软富仲接受阿拉伯国驻越特命全权大使Soud F.M.A.U.S.Woolain递交的国书。 软富仲接受阿拉伯国驻越南大使。